祢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 平安喜乐 我是圣家会五子亲修女 常年起第21周 星期一 圣马窦福音23章13到22节 主题 获在你们这些瞎眼的 向导 福音中耶稣痛斥金士和法利塞人的 假善和罪恶 盖瓜指责了他们的行为 直接击中了他们的心坎 他们是当时的宗教人士 或是以热心宗教人士自居的人 掌握着知识的钥匙 应该领导民众接受耶稣所讲的天国道理 但是他们充耳不闻 言行不一致 不但不禁止反以自己的虚伪行为和理论 诬陷咒骂 阻碍恐吓人民接受耶稣的教训 他们的言行的确关闭了天国的门 自己不愿意进去 也不愿意进去 也不让人进去 因此耶稣就提出四个警告 第一个指出他们是有祸的 祸在你们金士和法利塞为君子 你们给人关闭了天国 自己不进去 也不让想进去的人进去 因为耶稣所宣讲的是天国的总纲 爱主爱人才能够进天国 他们却坚持必须做一些 无关紧要的芝麻小事才能够得救 可以想见耶稣已经对他们的 平常的行径表示得非常的不满 要人民戒毙他们的恶行 第二个指出 他们吞没了寡妇的家产 而以长久的祈祷做掩饰 因此要受更严重的处罚 就是不得欺凌弱小 怠慢观寡孤儿 在出古记二十二章记载 对任何寡妇和孤儿不可苛待 若是苛待了一个 她若向我呼求 我必听她的呼求 必要发怒 用刀杀死你们 这样你们的妻子要成为寡妇 你们的儿子也要成为孤儿 梅色本来允许妇女 可以继承父亲的家产 法利塞人为了假 慈善之名 诈取钱财 擅自地修改了这条梅色的法律 否认妇女享有财产的继承权 因此每当寡妇继承财产的时候 就设法劝寡妇女们把财产捐给慧堂或施舍给穷人 并借着长久祈祷来掩饰自己内心的虚位 问题是 捐出的财产 一部分已流入法利塞人的口袋 因此耶稣才痛斥他们 要受更严重的处罚 第三个指出 你们走遍了天涯海角 十一个人入教 等他归役后 你们却使他沦为 比你们更为更坏的地狱之子 使人变成罪恶的奴隶 当时希腊籍罗马人的道德日趋沦丧 犹太人的一神教很吸引人 妇女受到尊重 奴隶制度逐渐的消失 但是他们坚持 绝不妥协与其他的民族或信仰共存 地狱之子是希伯来人的用语 是指心术败坏受地狱之罚的人 自从犹太人 居国外之后 就有不少的外方人 皈依犹太教 当时在巴里斯坦的犹太人 就利用他们与在外的侨民 推行所谓的规划运动 法利塞人也积极地推动 当时就分为两派 两类 一类是直接接受全部教义和法律 且行戈顺利 是真正的皈依者 另外一个是接受全部的教义 而不遵守全部的法律 也不实行戈顺利 他们被称为对主虔诚者 或者是敬畏丧主者 第四个是耶稣指出 他们轻重导致 不管天主的权威和人的良心 犹如瞎眼的向导 你们说 凡指着圣所启示的是不算数的 但是指着圣所的金子启示 就该遵守 你们这些又糊涂又瞎眼的人 究竟是金子更贵重 还是那使金子成为圣物的圣所更贵重呢 又说 谁若指着祭坛启示 可以算数 但是若指着祭坛上的贡物启示 就该遵守 这里不是指人在法庭上 作证的宣誓 而是指人在向天主 私下或公开所许的誓愿 金师们教训人如何的守法 也指示人在何种的情况下 可以不守 他们为人解释疑难 推论百姓所做的是无效的启示 耶稣就痛斥他们 你们这些瞎眼的人 究竟是贡物更贵重 还是那使贡物成为圣的祭坛更贵重呢 耶稣最后就教导他们明确的 启示的道理 所以凡是指着祭坛启示的 就是指着祭坛和祭坛上的一切 启示 凡指着圣所启示的 就是指着圣所和住在圣所内的上主而启示 凡是指着天启示 就是指着天主的宝座和坐在宝座上的上主启示 旧约早已说明天主十戒中的第二戒就教导人 因为万物都是由天主所创造的 基督徒怎么样的持 怎样持守自己的忠贞信仰 不走进迷信的氛围 或者迷失了自己的真道 是需要在祈祷生活里面时刻警醒 增进并生根 信万爱三超德的 让我们时时的呼求圣神的光照 真理常与我们同在 阿们 感谢你的聆听 天主保佑